喜欢我 不喜欢我 喜欢我 不喜欢我 喜欢我 不喜欢我 不喜欢 不可能 永章哥哥 完整妹妹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 一起吧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答应我的 完整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们官外女孩可是很直接的 你可不要因为我的直接拒绝我 喜欢 对了 对了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 我陪你去吧 走吧 管那个 男女是说说不清 我们官外女孩不懂这些 不过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离您远一点 但你心里一定要想着我 当然 那走吧 这羊肉啊是温补之物 温阳散寒补义气血 你平日练功辛苦 这受到无妨 可这碗汤 你已经喝了三个月了 身子还却未恢复 我 我忘不了他 感情这东西啊 是勉强不来 说来可笑 就像这碗浓烈的汤 你不情愿接受它 你就算喝得再多 也只能向白水一展 毫无疑疑 失去很痛苦 痛苦又有什么用啊 那个人的心不在你身上 就不知道你的苦 和你的痛 你的痛苦在别人看来 就是个笑话 哥哥 三个月你明日去打马球 不要不要不要 你跟她说我生病了 我去不了 去去去去去 三个月妹妹去打球 妹妹还不去 这是怎么了 姐姐 坐 姐姐 姐姐 你说 为什么我一直喜欢那三个 突然也喜欢我了 而我却不快乐呢 哪里不快乐啊 我在她面前 得时时刻刻地留意这什么规矩 还不能发脾气 只要我有一点做得不好 勇章哥哥就半天都不理我 虽然以前也是这样 可是我现在就是不开心 那看来 你还是不喜欢萨阿哥的 你说 玉太要是能长得像勇章哥哥一样 那该多好啊 玉太对我最好了 你喜欢玉太啊 才没有 我怎么可能喜欢上一个安达呢 我们只是朋友 那你是嫌她只是个安达 没有 我 我就是喜欢 像勇章哥哥一样 英俊潇洒的男子 英俊潇洒 能让你看着就心满意足 但是你快乐吗 你想想啊 之前你和玉太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快乐都飞起来了 但是现在呢 你能躲得过今日的骑马射箭 但以后你们成了婚 他天天约你去骑马射箭 你怎么办啊 那我得好好想想 好 好 好